Hello 大家好 我是拉风牛 这期我们来看一下森兰钥匙和劳斯莱斯的对比 那么首先呢两者定位都是转向车 除此之外呢森兰钥匙是减少转向属丝速度还加氮气时速 而劳斯莱斯呢则是加速过弯的同时还加氮气时速和机器 虽然说两者特性呢触发条件不一样 但是两者的特性收益其实都差不多 那森兰钥匙触发概率多但是时长短 而劳斯莱斯概率少但是时长多 那总体来说呢我认为哈这个劳斯莱斯更好开 因为他的进阶小喷更容易出 那大家都知道哈那个转向车呢 特别是转向还不减速的车 他是进阶是由先兰出的啊 所以说这就是转向车的一方面缺点吧 不过森兰钥匙他这个动力方面啊 还有机器方面啊 还有这个转向速度方面 都是要比这个劳斯莱斯好一点点的啊 所以呢整体性能来说 还是以这个深蓝钥匙要强一点点 但是我认为两者呢 其实差距并不大 有劳斯莱斯完全没有必要去抽这个深蓝钥匙了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哈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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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